小宝 到了阅读时间了 上周爸爸带你读了 爱因斯坦文集 这周我们来读一下 伽利略的 论托勒密和戈拜尼 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什么玩意儿 谁是谁的对话 托勒密和戈拜尼 这是物理之父 伽利略的经典著作 以对话的形式 补及了日新手 这可是基础的物理读完 我经过反复的挑选 选出了最适合 小宝的进阶段 小宝 这你能看懂啊 小宝 你看我这几本 我这几本书可好看了 我一口气买了全系列的 这里面不仅用绘画本 还有看图 猜字 还有 开发智力的小游戏呢 你这些读物都太低调了 小宝从小的书单 都是我为他精心挑选的 所以他才会有 超过同龄人的知识储备 那是你强加给他的 孩子就应该看孩子该看的 这几本书 无论是从插图设计 还是情节寓意上 都积极了 无数我儿童心理学家 和教育学家的心血 我以前还做过专题研究呢 我要以你的智商水平 来衡量我一生待大的孩子 行吧 我们一起来做小游戏 看人家先找到好不好 书 无聊 看看啊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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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什么地方啊 找到了吗 这个不是 这不是 这个是日立 这儿的 怎么藏在这儿去了 小宝 那我们再来找找蜗牛 蜗牛在哪儿 真的在这儿啊